好了,开始了,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集正式 姜葱而难保,暖斗 那今天你提議说一些职场的事情,打工的事情 是啊,因为我觉得我出来做事都接近六年,七年差不多了 那我发觉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没有人看我的情况 就是,我也收过很多feedback,其中一个是你 都说我和你的communication 聊天是ok的 接着我和其他上司都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这些聊天都ok,大家都觉得我对他们的预期都管理得很好 但是变上有些同事,常常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那究竟怎样和上司聊天 是不是一定要认识聊天才有即星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又不是要拆鞋,也不是拆鞋说我赞老闆 反而是,平时我们做事,究竟怎样去和老闆聊天 老闆又经常跟我说,你帮一下你的同事 告诉他们怎样聊天 但是,有些很有趣的嘛 你自己做得正正常常,但又不知道自己做好了些什么 那我现在就是这个位置,究竟大家要求是什么呢? 我又不是做管理层 那你做了这么多年管理层 其实,你觉得拆鞋以外 有些什么你是觉得是想听到的呢? 或者是想知道的 好,和大家的观众澄清一下 首先,阿聪仔以前帮我打过工作的 那现在他就在另外一间公司做事 那你有老闆,还有人团队是要给你管的 都没有,我没有团队给我管的 我都是一只翁的 那你老闆叫你教人如何沟通? 是的,我就教我的同事 因为我老闆跟我同级的那些 他说你帮一下他 整天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样东西 你讲了几样东西,沟通 其实讲老闆和所谓上级下级的沟通 那你刚才讲拆鞋 我个人就是最欠人拆鞋 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希望 都想听到一些正面的东西 就是你说你老闆很厉害等等 有时候我以前打工的时候 在一些很大的公司也好 不是很大的公司也好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我就觉得很讨厌,很讨厌 我一定不是,我会走开的 Yeah, we are doing a recording,Leo Say hello Hello OK, go back to your game 是啊,所以我就鼓励大家不要打算靠去拆鞋 那我觉得很愚,很老套,很肉酸 那首先鬼不知道是什么,讲实力 那但是实力不是足够 我觉得沟通,我想讲 比如沟通的时候 上下级沟通 其实真的很有困难 如果关系不好,你很难沟通 因为我发觉最大的情况就是 很多,譬如那些同事 他们发觉问我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诶,究竟我应该巨小无为地 把我每天的东西告诉我老闆 让我老闆觉得我有做事 还是我要怎样跟我老闆 说究竟我有做事呢 我跟他说完所有东西 我老闆就好像,不要烦我了 你说的那么小,我不想知道 然后反过去那个角度就是 那我要说到多大 我老闆才会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是我又不会太烦呢 诶,那这样,我觉得这样 尤其是今时今日 就是dependent那些公司 如果你还是,譬如好像日本公司 那样,每天对着老闆 大家也知道日本那些公司 就算是很大的公司都好 他都是坐在一起 一个open plan,老闆一个位 然后旁边是其他人 大家对着听个电话 跟客人说什么都会老闆听到 这样的嘛 那香港可能很少 香港大部分都有一个格格 那再,甚至先进一些 好像我们以前那样 是remote的 全部大家是人分空的 好像我在日本那些东西 我是完全remote的 我从来,我绝对不 我根本不会见到我的员工 除非有些是on site的东西要搞 全部都好像现在流行这个 这个我们视障会议 那,但是其实讲来讲去 都是大部分 我估计就是 那个沟通方法 都是一些chat group 都是whatsapp的 是啊 那有些official一点的 就是email 嗯 那再迫不得已 才拿起了电话 是不是 是啊 所以我回应这个,他说的问题 是很关键很关键 我就有一个员工 就是不要说名字了 我就觉得 我整天都跟他训话 就是有一些很年轻很年轻 没有经验 我说 你做了这么多东西 如果老闆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或者做了什么 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嗯 那你必须要培养一个技巧 即场上的技巧 就是适可而止感 告诉你老闆听 你老闆听 你是做了某些东西 特别是他交代你做的东西 然后你也要适当地 告诉他 就算你没有交代的 你都说头省尾 你都是已经帮他做了的了 嗯 OK 那这个形式当然 就不是长篇大论 一个很长的email 这样 那现在今时今日 我们也认识的了 就是说 当然是说multimedia 拍摄照给他 嗯 即是如果各位的工作上 是容许你send whatsapp的 其实是最好的 或者你一定要很精简 几个字 说了 喂我今天做了这个东西 which is 是你昨天交代我的 然后呢 我今天又做了另外一件事 是你没有交代 是你没有交代我的 嗯 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尤其是 就是没有交代的东西 你走去做 你又要小心一点 哈哈哈 哈哈哈 没错 黎明也有一句金句的 就是你拼了老命 没有人知道 不如不要拼 是啊 哈哈哈 你做很笨的 你一直在那儿死做烂做 然后没人知道 就是没人知道你做什么 你身边的人知道是没用的 你一定要理好自己知道 我和我那个 刚才我讲的那位 那位年轻人员工 聊天的时候 我偶然会one on one 去feedback给他 我说 我想问你 你每天上班 你最重要的那个对象是 就是你为什么人服务 那他一想 那当然是为我的客户啦 就是我们卖东西的嘛 我都是人卖东西的嘛 我说那你就大错得错了 哈哈哈 你的唯一的服务对象 就是你的老闆 哈哈哈 没错 那当然啦 DN你是负责卖东西的 你做售事的 你卖不了东西 你出不了数 你招呼老闆怎么好 都是大部分 在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都是没什么用的 除非这个老闆是 就是最高级的老闆 譬如我们好像跨国企业 一层一层一层 上面除了上面除了上面的嘛 譬如我是 譬如我是亚太区的老总 我支持你 香港区的经理 那你做不了数 我都报不了数 给我美国或者英国总公司的嘛 你怎么跟我拆鞋 怎样跟我去打球 怎样整天 我们去哪里 w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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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用的 做朋友是没用的 你交不了数 但是首先前提是 你要做到数 然后你要令你老闆 就是你那个服务对象 除了是你做了数 是必然之外呢 就是你必须要每时每刻想着 我要和我老闆 就是make sure他知道 我今天做了些什么贡献 是对他的贡献 是对你的老闆的贡献 不是对你这间公司 或者对你客户的贡献 那当然你服务的客 不要客户走去责任 当然肯定是不行 这是前提 但是那个思维就是 你必须你服务的人 就不是你的客户 或者你的股东 或者你的供应商 或者你负责管供应商 不是啦 当然 可能是你的老闆 就像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阿妈经常说 你不买书 所以你怎样都要 在阿妈上街买菜之前 拿一本书出来 写两个字 让他看一看 然后他回来 你又要写两个字 他就知道你有买书了 交了货先 其实我也都会说回 刚才那个案子 那这位同事 其实他也 就是他就 其实他是 就是读书或者考试 都很聪明的人 你叫他做些事情 他走上去做 他是做得到的 但是他也有很多时候 做一些无谓的事情 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 那他觉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大压力 但是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那成绩做出来 最后的结果又不是那么好 销售各方面 叫他解决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他做不到 然后他途中遇到很多困难 他又不会去问我 嗯 那变了 变了沟通是很缺乏 尤其是一些remote的情况下 比如你老板是在美国的 嗯 你是在香港的 你是负责某些东西的 那沟通少的时候 更自然是要 要沟通是很緊密的 有效 有效 你可以将很多东西斩件 你不要做一个pdf 几板子 他有空看你 一个email 几十多百多千字 当然不会了 你要很 就是斩到很小 你尽量有机会 现在今时今日可以用chat 是可以好些的 我最近也有看到一个想法 其实我也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 譬如好像 你有个日期 你要做那个task 你一定要做完 但是你知道很多问题 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 可能有外来的第三方 影响到你有个task 可能做不完的 我发觉 其实有些情况是 很不习惯 当你见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早点和别人说 尤其是早点和你的老闆说 我有时有个习惯 我知道有些事情 要爆大火了 糟糕了 这次爆炸了 但可能是五日后才爆炸的 我是三日后 要交功课给老闆 我有时都觉得 不如我早点和老闆说 因为我之前看过的说话 就是 其实你老闆也有老闆 你老闆也有deadline 老闆给你的deadline 可能是两天 就是他自己的老闆之前那两天 你到爆炸那天才和他说 那他又爆炸了 他现在是屌猫拆蟹地打到你飞天 是啊 所以这个也是挺有趣的想法 就是有时有些事情不要等到爆炸到一个点 然后你才来 可能他自己都要爆炸 我以前做sales 老闆的时候 就是一个礼拜几次出货 香港亚洲区也要出货 全世界又要出货 这个product division又有个人又要出货 就是总之就是整天在开这个会 那就是下面那些人他们步上来 就是很喜欢 所以叫做报喜不报忧 可以了可以了 这个会签的了 会签的 那我们那些 美国公司那些cut off很重要的嘛 你那天没有你就真的死了 就是死了 就是死了 那所以往往就是 就是整天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forecast 究竟你就是 就是如果你做programming 就叫做你的project的进度 没错 刚才进度去不去到那个位 每个mouse stone 可以 跟着想着可以 其实就全部都不行的 那你到最后一祸死 就是很大祸 嗯 但是这件事呢 在很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那个问题的根源都是 上面set那个target太高了 嗯 那所以在这些环境呢 其实就是没什么得救的 哈哈哈哈 那但是报喜不报忧 这个想法都很难解决 有时候你都不去给你的老闆 有个心理准备 你爆大祸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 我原来可以这么大祸 那些其实都很难搞 他想包你都包不了 那老闆又会跟你说 你这些问题 你自己搞定他 哈哈哈哈 我请你做什么 你自己搞定他 哈哈哈哈 没错 就是这样的老闆 就是如果有些问题 是他你的层次解决不了的 嗯 你去找他 有困难要去帮忙的 比如举例 我们做sales的 要跟其他部门去支持的 跟货仓举例 嗯 或者跟工厂 就是production那边去支持的 或者跟财务去支持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出现的 我们要签个客 那财务 财务又会说 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这样这样这样不行 就是这些东西 你拆不了 那你要向老闆拆 老闆不帮你 那你要自己记住 这个老闆 你帮他打工 你有没有前途 嗯 另外一件事 比如我老闆要帮你 比如你卖一个电脑 给一个IT的 那个IT就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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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做CFO或者CEO 聊呢 那 即要高一层的沟通 那他觉得 如果真的是 如果他帮不到你 那些老闆也是 所以我有时候都建议这些朋友的那些小侄女 或者小侄女去找工作 其实你不要打算找到一家名牌大公司 那一定是好 最关键是你当头老板是什么的人 怎么样的性格 就是偷悲怎么样 那少生仔未必有机会 但是起码你interview那一刻 你自己要考虑一下 这个人他其实很容易知道是什么的人 这个很关键的 还有你跟他能否沟通 能否沟通得到有没有共同的兴趣 这个我们可以下次讲一讲 在找工作阶段的这方面 就是建工、找工作这些东西 因为我以前开猎头公司 还有我以前有做过相当大的人力资源公司的老总 那这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下次先 今次讲沟通 有一个虽然就不是很拆鞋的 但是譬如有时候有些业务上的email 升职加薪金 那你收到一个email 你不回应 又好像很傻 你回应呢 要么你又打到那些 哦我非常感谢你 很感激你对我的栽培 那究竟我们应该 打工仔要怎样处理这些事呢 很不知怎样 但是你打一篇文 打几百字 那个人又不会看的 但是你打到很无管 那个人又不会理 你又觉得自己很假 但是不打呢 你又觉得 他会不会 好像什么 如果你给我 我一定不会 对不对 那你升职加薪金 那都不会 通常都是HR出封信给你 嗯 通常那个消息就是 口头告诉你 喂怎么样啊 阿聪仔 HR派你加薪金 我帮你赶回来的 你当然说 哎呀多谢老师 一句就可以了 不要长篇大论 多谢老师 我请你喝啤酒 那就可以了 某些位置 你当他好像 你希望可以做到 当他朋友这样 在这些位置 不需要 不要想不到 这些学校没有教的 学校只教你 怎样写 一封business email 商业电邮 但是这些 很基本的 究竟 算不算很基本呢 但是你都不知道 怎样算好 看着那份 不回覆的 好像很没礼貌 现在我相信 你们在做事的环境 就算写email 都好像写chat group 那样 是啊 短一点 不会长大论 是啊 譬如我现在有时候 我连DML都很浪费 虽然写 好像check group 现在email 我觉得太多 垃圾email 一来 我觉得很少用 很累啊 写email的感觉 就是你写得太过casual 你又好像很没礼貌 但是你又写得太过官免堂安 又好像你差一点 毛不治 都不知道做什么 去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我觉得不用了 就是你 就是除非你对客 对客 都不会特别写 就是除非你那个contract 那一刻才写email 对吧 就是很多东西 尤其是如果讲到email 很多沟通上有复杂的东西 如果你是超过了几个paragraph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写email 首先电话 甚至见面 尤其是有些冲突的东西 跟其他部门也好 就是我以前打工 我份工就是去支持 就是我做sales 那时候 就是我卖东西 我那时候卖一些software 几百万的软件 跨国企业 很多跨公司 跨部门 跨一些区 可以这样 比如吵架 习一吵的 你抢了我的客 这个客应该是我的 你给太多discount 那条数怎么写 for example 比如这个客 这个product line 是我们之后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是恐慌的 这个客人抢我们的客 这个不是属于你的 就是很多分饼仔的东西 分装不云 就要吵架 那你很多时候 或者财务那边也都有时候 就是我们会觉得 他未必对的 他就算是 他有很多规矩 他就是守规矩 但是未必对的 可以有没有得走赞 很多时候 你写一些 要吵架的email之前 浪费很多时间 我有时候都会很生气 我的英文很厉害 我的英文很厉害 我狂骂 说完之后 都说不要传出 不要这样 真的不要这样 接着明天要打电话 去跟他 喂怎么样 你什么什么 虽然是经常吵架的 但是都是大家做事 其实我们这件事 是这样 我们解释完之后 原来这样 那行了 那你这个封印 不用出 那你就省了很多 因为一出又CC很多人 他又不知道CC很多 你白纸一知就很麻烦 所以尽量都是用口头 或者走过去跟他谈一谈 那就会好一点 那尤其是 如果你走不到过去的 在新加坡的 那你就真的要打进去 或者开过 现在开过的这样的 就是大家开的时候 黄圈一下 怎么样 过年推篇一下 就是你 嗯 建立了感情上的联系 才去跟他谈一些叶熟的东西 那另外 是啊 另外我有一个突然间 一天想起 就是说 我也跟那个staff说 就老板叫你做些东西 你千万不要全部去做了 千万不要 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真是死了 就是你跟我做的东西 你就知道了 就是我在这 我在这天花龙鳳 那样 天马行空那样 不用我做 你做 哈哈哈哈 所以我很饿 我整天都说这些东西不行 中到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 自己有一个 做到在你那个崗位里面 你是做到出来 你是有能力 你是有实力的 你是有能力去说 喂 不是这样的好像 就是你一定要这样 有时候呢 你不需要当面说 告诉你听不行的 不需要即时 告诉你不行的 嗯 你过了一样之后 他不追你呢 你会明白 这些东西是有时候 老板突然间天马行空的 那我刚才说的那个staff 他就不是的 他就很认真地去做 真的死得了 真的死得了 做到自己死了 所以老板说的 当然是 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正确 大部分都是错的 鬼不知道什么 你不需要你做 我做老板 我当然是很明白的 我应该有跟你说过 是的 你千万不要立刻 第一时间躺在身上去做 死定了 抹抹低 记得记得 然后回两个星期 就问 喂大鱼是不是真的搞的 这件事 接着你就说 不是啊 我是乱急的 那你查了 我想想想想 都是不行的 不过我忘了告诉你 搞成都是这样 不行的 我找过 这个搞不成的 然后就说不要了 不过这个都很难 我发觉很多人都不懂 怎样跟自己老板说不好 是啊 你一定要慢慢找到一个 我想每一个人都不同 就是每一个老板都不同 你要找到一个方法 是可以告诉他 但是如果你怎么都说不到 那你的份工有很大问题 可能你考虑另一份高就 或者找另一个老板都可以 如果你跟老板是不可以坦诚沟通的 你很难合作 只会做死你 因为他有权 是啊 嗯 是不是呢 如果他是谎不讲理的 天马行空那些 他就叫了你 你真的做 哈哈 做不定又要你背 还有一个东西 你是要update 他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东西 譬如我是很有经验的 我做了几十年 那个年轻人 他是有经验的 那他一行 走第一步 走第二步 如果他有告诉我 他遇到一些困难呢 其实我 我都是坐在那 我都是坐在那 他做而已 不可以做 那如果我告诉他 我就会说 不是 当然不是这样 你千万不要 你应该要这样 那他可能已经限了很多时间 嗯 那有需要找老板帮忙的时候 尤其是今时今日 你很短一个message 告诉他 我今天是这样 那客户说这样不行 那他也就是很好 就是他很想去解决问题 但是以他的经历 知力 和他的性格 又会被人up 又解决不了 那他就是死挖 那就是死定了 嗯 有时候我都觉得 不如这些位置呢 就自己退一步 想两条招 然后买一下给老闆 搞不定 我这两条脚 行不行啊 是啊 然后看看老闆 那个想法就好像 给两条叫个老闆 然后老闆帮你抹飞 是啊 其实现在是好过以前很多 因为有chat group 嗯 那有时候未必打到的嘛 那你录个音 告诉他 那他可能跟客户打着歌 打完之后听一听 喂 当然不行了 你这样死定了 立刻抹抹抹 那你就已经不需要 就是有时候那些东西 是可以抹住一阵的 先抹住 嗯 不要死撑下去 因为死了 死的时候是你死 是 可能我叫你做 你死就是你的问题 是 你搞不定而已 是啊 我本身想得很好 但是如果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他的老闆 每次都是你死 他又不会帮你的 我们下次就再讲其他的题材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我们谈一下的 就欢迎 留些message给我们 嗯 好 拜拜 下次见 拜拜